与小光这个名字应该绝大多数网友不熟悉 他的韩国老婆邱慈炫还比他知名度高一些 邱慈炫是韩国演员 因为在中国拍摄了电视剧回家的诱惑一炮而红 后来和中国演员与小光恋爱结婚 二人结婚后因为妻子是韩国人的原因 于小光获得邀请参加一档韩国的夫妻真人秀 节目播出以后于小光在韩国特彻抵火了 节目中于小光和邱慈炫的新房被曝光 因为房子是在北京的某高档小区 装修豪华面积在200平方以上 市值上千万 这就让韩国观众震惊了 也许是因为韩国面积较小 韩国人的房子也不是很大的原因吧 观众都以为邱慈炫嫁入了豪门 其实于小光的这套房子也是贷款买的 节目中于小光和邱慈炫的生活细节 都被搬到了电视屏幕上 于小光把自己家的财政大权 全部放在妻子邱慈炫的手上 自己每个月都有5000块的零花钱 这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韩国 基本不可能出现 韩国人婚后都是老公说了算 妻子一般就是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 没有什么话语权 于小光和邱慈炫的这种婚姻关系 必然会引起韩国人的热烈讨论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于小光健康阳光的形象 特别符合韩国欧巴 这也是于小光在韩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邱慈炫的童年过得很可怜 他的妈妈因为邱慈炫的妹妹溺水身亡 患上了精神分裂 又小邱慈炫每天都在心惊胆战中度过 后来他的父母离婚 邱慈炫就依靠自己工作赚钱支付大学的费用 阴差阳错来到中国发展 却收获了人生的幸福 而且还把老公在韩国给带红了 这样的人生际遇也是充满传奇 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非常努力的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努力 却始终达不到目标 有时候只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等到回头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实现了很大的目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有时候上天就是是真爱看玩笑